大家好 熟悉我频道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对我们国内文化界和武术这两个圈子 当中的领军人物 我曾经送过一句雅号 叫一文一武 业界翘楚 文化界是袁老师 武术界是徐教练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标准 那么这二位也巧了 都是北京人 目前也都生活在北京 并且他们的私交关系还都非常好 经常一起吃饭 一起抽电子烟 对吧 而且经常还把河影PO出来供大家欣赏 最近这段时间的河南水灾 这一文一武业界翘楚 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惦记要给河南要捐款 你甭管是主动的也好 你甭管是被动的也好 捐了没有 应该是捐了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应该是捐了 但是你发现啊 这二位私交这么好的朋友 他们这次的捐款方式大相径庭啊 截然不同 这里边就有意思了 对吧 我这两天我就在思索这个问题 正好呢 前两天我看到这个 袁腾飞的社区 然后呢 这个贴了一个帖子 那么徐教练呢 就在下面跟贴啊 他说哎呀 袁老师在河南啊 带团啊 带那个什么游学团啊 辛苦了啊 等你回来北京 我们再聚 我一想再聚 再聚后面 我要是徐教练 我就得探究一下 为什么在这次捐款问题上啊 这个同为兄弟二人 为什么这个捐款方式和途径 有这么大的差异 最后产生了 这个后果啊 影响力啊 也不一样啊 也不一样 那我接下来啊 我就演绎一下啊 我演绎的啊 这是我接下来演绎的啊 这个情节纯属虚构啊 如有这个雷同纯属巧合啊 我演绎了啊 演绎了 某一天 袁老师回到了北京城啊 如约见到了徐教练 小冬啊 哎 袁老师 您活着回来了 去 这叫什么话 哎 不过这次河南之行 带这个游学团 这份钱也不好挣啊 啊 这个差一点把小命 就扔在河南了 真是钱难赚 屎难吃啊 哎 小冬 这次这个河南受灾 你有没有捐款呢 袁老师 您一提这事 我心里就犯别扭 啊 我不捐吧 一堆人围着我骂 结果呢 我捐了吧 一堆人还围着我骂 哦 这是为什么呢 您看啊 我通过这个官方渠道啊 向河南灾区的灾民捐了一万块 而且您也知道啊 我除了这个焦人摔焦 焦人武术之外呢 还帮着这个带货电子烟 那那么这次呢 我也忽悠电子烟那公司啊 跟着我一起捐 那个厂呢 也捐了两万块 嘿 袁老师 我跟你说啊 你说我这人这个这个经营头脑啊 他就是行 对吧 我自己的我都佩服我自己 我在我这个捐款的这个通知上 我还放上了那个电子烟的二维码 啊 你知道吧 你甭看咱啊 捐了一万块 我估计啊 要不了多久 这一万块我就能回本 哎呀 怎么样啊 啊 那现在这个你捐款也几天了 现在整个收益如何呀 小冬 哎呀 事出意外 真没想到 一堆我的粉丝进来骂我呀 啊 进来骂我 哦 骂你什么 骂你这个借着捐款 又继续敛财吗 不是啊 这个不是关键 那帮人骂我什么呢 那帮人骂我说呀 他说你怎么能相信中国的官方渠道呢 你这一万块钱不是捐给灾民了 你这一万块钱就等于是捐给郭美美了 对不对 他拿你这钱买车买房包二奶 徐晓东啊 徐晓东啊 亏我们这些粉丝长久以来对你的支持 还买了你的电子烟 得不得肺癌我们放一边 但是我们看你这像深渊 对吧 一路滑下去 我们这心里实在是不落人的 徐晓东 我们要退定啊 我们要粉转路啊 不是路转粉啊 现在是粉转路了 所以说袁老师啊 你说我多难 真金白银我也出了一万 还没等我这个电子烟把这个成本收回来呢 我这粉还掉了不少 袁老师 袁老师 这个您捐了没有啊 您是怎么捐的呀 哦 是这个情况是吧 哎 今天中午咱吃什么 要不吃涮羊肉 哎 不要不要 你知道 我本人喜欢吃 这个钓炉烤鸭 对不对 全聚得吧 全聚得啊 那今天中午您请吃饭啊 你给我洗尘 好吧 这个见面这个经过啊 就过去了 啊 见面经过过去了 过了没两天 在这个袁腾飞老师的社区贴了一贴了一告示 通知大家 我袁腾飞也捐款了 我也捐一万 但是啊 我声明 我坚决的不信任中国官方的任何捐款渠道 我要把这一万块钱实实在在的送到灾区人民的手上 并且这一万块钱分十份啊 一份一千块 请我的粉丝们 如果你在河南灾区 或者说你有亲友在河南灾区 你能够提供相应的受灾证据的话 这一千块钱你拿走 啊 总之 这是我个人所捐 我不通过任何官方其道 我也不相信 哎呀 这个消息一惊发出啊 看看袁腾飞老师那社区的帖子下那 一片欢呼啊 嗯 有夸袁腾飞的 有骂徐耀东的 有把两个人做对比的 高下立判 应了那句话了 是吧 没有拼穿 哪显高穿 啊 没有绿叶 哪显红花 没有狗尿台 怎么显出病地连呢 哎呦 我相信啊 这个武林界的翘鼠 徐耀东这两天也郁闷 对吧 也郁闷 怎么这我捐钱 大家就骂我 袁老师捐钱 大家就夸他 对吧 顺便还把我再再踩一顿啊 又踏上一万只脚 我招谁惹谁了 之前我就说过 对吧 徐教练 你这人呢 我个人觉得本质并不坏 你只不过是在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反华的圈子也好 反共的圈子也好 啊 你最后是一个被他们内卷的牺牲品 啊 你就是刚才我说的 内村绿叶 你就是内抛狗尿台 人家拿你啊 做对比 啊 拿你做试金石 对不对 让你先冲上去 先尝试一下啊 怎么捐粉丝能满意啊 对吧 你也知道是吧 他们两人的粉丝 这个共通性很强啊 很多都是这个共用的粉丝啊 共用的粉丝 在这种情况下 袁老师呢 就是奇高一招啊 不急着捐 先看风向 怎么捐 怎么捐 我这个钱既能花得出去啊 还能收得这个好的名声 一万块钱 对于袁老师 那那叫钱吗 那不叫钱 对不对 袁老师的游学团啊 袁老师这个什么 这个油管的收益 那可不敌 分分钟就回来 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脸 他必须在他的粉丝当中啊 把这个东西挣到 但是呢 不厚到在哪呢 就是踩着自己兄弟啊 得到的这份脸面 我也不知道 徐晓冬这次呢 能不能反应的过来 啊 又一次被人当了枪使 对吧 又一次被人当了枪使 可怜呐 徐教练啊 那武术圈子 这个智商 玩不过文化圈子的智商 其实大家也能理解 也能理解 啊 但是呢 同样一个坑 我个人建议啊 就不要反复跳了